欢迎陈部长薛部长李林会场 陈时中一现身犹如黄袍加身 大家夹到欢迎 还以为是巨星见面会 请大家会试一票 为副部长交界场景 第一句话居然是跟老同事们拉票 经历911天 疫情大爆发时刻 陈时中百感交集 前一天还特别请主命准备了手帕 交界典礼充斥着满满的仪式感 接棒学院员有没有心心扛下 这座为陈时中打造了神坛 我凭什么可以回答说 我可以接得很平顺 前面有陈部长 这个高个子顶在那里 所以天塌下来我都不怕 现在这个大柱子要离开了 我凭什么我凭什么可以说 我有这种信心来说 我可以平顺的把他接下来 一二楼都被员工挤爆 床内充斥着阿中部长加油的声音 宛如成了成员中的竞选舞台 财刚挥手说再见 不到三个钟头真的又再见了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接仪式 我们要请陈前指挥官 印有这个指挥官名称的指挥中心 背心要交给王指挥官 明明已经卸任 卫副部长还特别来一个指挥官的交接仪式 主持人还亦有所指 祝福陈仁中心想事成 事先准备好了手帕用上了 这种竹蜜帮我准备的 离别情绪大爆发 不过在这原本应该要报告 以前记者会上上演了这一幕 显得有些突兀 没有镜头不会做事 所以他今天一定要丢一个金句 就请赐我一票 那赐你一票是什么 是要让你走吗 还是要让你留下来 你会有什么资格来选台北市 如果你做太好 你为什么要离开这个职务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陈仁中自己解释不清楚 从连赶两场交接典礼 甚至是王碧胜接任首日的 疫情记者会 到民进党的拳戴会 都成了陈仁中的竞选舞台 民进党全党挺一人 陈家班一脉相传 陈仁中盼能回到神坛 借郭向阳里驾驭台北报道 这一罐顶级海皇SO酱 哇 鲍鱼耶 不只鲍鱼喔 还有干贝石斑鱼 独家的配方 而且你知道吗 这些东西它配饭 配面甚至于陆菜都很合适 欢迎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来看里面还有优惠的活动 感谢观看